对于冯宝这个干儿子 吕芳是用足了心思 当年冯宝擅自在大年三十 打死了周云义 随后又犯了月级暴喜的大忌 本是死路一条的结局 幸得吕芳呵护 将其送到了豫王府 做了柿子大伴 硬是为其觅得一条生路 好在冯宝也算争气 误得吕芳教他的思维 思退 思辨心法 一心扑在小柿子身上 不仅得到了李飞和豫王的认可 还成了小柿子身边 不可或缺的第一人 将生路变成了光明大道 这一次 由于家境要借敲打豫王 发配吕芳 逼徐杰等内阁大臣让步 进而多分点盖房子的钱 作为柿子大伴 外家吕芳亲信的冯宝 首当其冲地遭了殃 被驱逐出豫王府 送去朝天官府苦役 职业生涯再次陷入困境 而彼时已经办理完 退休手续的吕芳 依旧没有袖手旁观 再一次出手相救 只不过 这一次吕芳见冯宝 背后还有家境的影子 一场交易 吕芳用家境给的字 换得与冯宝在朝天官相见的机会 一见面 看着一身不一的吕芳 冯宝当即跪下 为吕芳抱不平 干爹 陈红那个贼 竟然能煽动万岁爷 把您老也赶走了 这不平 三分是为吕芳 七分是为自己 原本还期待吕芳 拉他脱离湖海呢 没成想 吕芳也折了 吕芳一脸和蔼 将冯宝扶起来 解释说 不关陈红的事 也不是万岁爷要赶我走 是我自己要走的 当年我告诉你的那几句话 你还记得吗 除了家境 与吕芳本人清楚 退休让位是二人 私下达成的默契 其他人都认为 吕芳是遭贬被发配了 而此时 吕芳向冯宝吐露内情 有两层深意 其一 你冯宝是自己人 所以各种隐情 我不瞒你 其二 强调是我自己要走的 以及暗示 冯宝他此举是私退 意在提醒冯宝 我虽然要走了 但不是被万岁爷厌弃了 所以我在万岁爷心里 依旧有地位 我接下来说的话 你依旧得重视 这一点尤为重要 无论在官场还是职场 人走茶凉是常态 没了私立间掌印太监的位置 吕芳说话的分量 势必会下降 即便他曾经对冯宝有恩 但依旧抵不过现实定律 你的价值与地位 决定了别人对你的重视程度 为了让后续要说的话 达到预期的效果 吕芳才会特意向冯宝强调这一点 毕竟 一个失败者 一个已经失去价值的人的建议 没有人会信 只不过 吕芳到底是被贬 还是自己想退 此时的冯宝没有心思细想 他更关心的是 吕芳这个靠山走后 他怎么办 可这个时候 这么多人需要干爹护着 您老这么一走 大家怎么办呢 冯宝这话多多少少带了些许埋怨 言外之意 干爹你是走得干干净净 不带走一片云彩 可这不是坑了我们 我身上贴着你的标签 陈红上位后能放过我才怪 你总得给我寻个保命之道吧 吕芳自然听懂了冯宝的话外音 也理解冯宝的担忧 不过他依旧没有直接给出建议 反而意起了往昔 记得那天吗 好大的雪 那是司礼剑的门槛 没想到咱爷俩今天在这儿见最后一面 这是打感情牌吗 不是 这是在提醒冯宝 你不必埋怨我 我对得起你 当初没有我 你可能都活不到现在 听完这话 冯宝更绝望了 以为吕芳准备袖手旁观 来这里见他 就是单纯的告别 想到前路茫茫 一时悲从心起的抽气起来 不再说话 见冯宝没有继续抱怨 吕芳不再绕弯子 话风一转 开始直奔正体 你要忍 要忍到那一天 将来我大明的主子 先是豫王 后是柿子 只要忍到那一天 干爹这几十年护制的人 就全托付给你了 吕芳的意思很明确 你冯宝现在唯一要做的 能做的 就是忍 忍辱负重也好 忍气吞声也罢 忍过了眼前的困境 将来就一片光明了 这是个好建议 但这个建议 却不足以打消冯宝的担忧 在他看来 他更需要一个 实实在在能保命的方法 而不是看似美好的鼓励 于是 他继续追问道 可是 只怕陈红 不会让儿子 活到那一天的 你要是真心疼我 想让我好好活着 帮你护住 想护的人 就来点实在的吧 别整这些虚的了 到这里 谈话的性质 其实已经带有 一定的交易色彩了 你吕芳 要是真有方法 保住我冯宝的命 那么我冯宝 势必会按你的要求 护住你 想护的人 不要觉得交易一定是贬义 对于身安人性的人来说 交易反而是稳固的代名词 人与人之间的合作 大多是出于自立而非道德 也就是说 利害关系与等价交换 永远比道德更有效 比恩情更可靠 也因此 听懂了冯宝的前台词 吕芳没有任何不悦 反而一边为其分析利弊局势 一边亮出交易的筹码 能不能活到那一天 不在陈红 在你自己 你是储君的人 陈红他们可以踩你 踏你出个邪火 可没谁敢杀你 除了万岁爷 我今天把万岁爷的仙福 给了蓝神仙 就是为了让蓝神仙 在万岁爷面前 替你说话 伺候好蓝神仙 你就能活到那一天 见吕芳如此毫无保留 把家境的字都留给了他 冯宝感动之语 立马许下承诺 儿子就算为了干爹 也要活下去 真要有那一天 干爹 儿子第一个接您回来 冯宝清楚 有了吕芳给的保命符 再加上指点迷津的策略 他大概率 不会有性命之忧了 自然会对吕芳感恩戴德 对于冯宝的承诺 吕芳欣慰地笑了笑 说道 一朝天子一朝晨 真到那一天 我也回不来了 暂且不说 冯宝会不会履行承诺 单从吕芳的角度来说 他也不愿意再回到这个是非之地了 跟了家境四十多年 吕芳也如吕薄冰了四十多年 看似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实则一步三回头 说的每一句话 做的每一件事 都要在脑子里反复思量 时刻告解自己要谨慎 如今能全身而退 已是最好的结局 他又何必重新卷入权力斗争之中呢 随后 吕芳再次重申他的要求 并给冯宝磕了头 你叫了我十几年的干爹 给我磕了十几年的头 今天干爹也给你磕了头 孩子们全交给你了 不得不说 吕芳将人性看得太头彻了 人们静的是他的位置 尊的是他的权力 从来不是他本身 如今没有了权力地位加持 他不再是那个居高临下 让人唯命是从的老祖宗了 所以为了让冯宝能够履行承诺 帮他护住想护的人 他不惜放低姿态 给曾经的下属磕头 将恩情牌与感情牌的作用 发挥到极致 家境的暗示与默许 从吕芳与冯宝的最后一次谈话 可以看出 吕芳临走前见冯宝 以及把家境给他的免死金牌 留给冯宝 有两个目的 其一 保住冯宝的命 其二 为黄锦等留在宫里的人 谋条后路 求个保障 第一点不用过多赘述了 一目了然 说说第二点 吕芳退休 带走了杨金水 就等于护住了杨金水的命 把免死金牌给了冯宝 也等于护住了冯宝的命 而他还有一个想护的人 就是黄锦 黄锦这个人 憨之有余 也重情重义 唯独心计手段不够 家境活着的时候 黄锦大概率不会出什么问题 可一旦家境没了 黄锦何去何从是个问题 能否像他一样平安退休 吕芳也不确定 为了给黄锦多谋一道保障 吕芳用免死金牌为交易筹码 换得冯宝的保证 护住他想护的人 毕竟 只要冯宝能挺过这个坎 未来下两任皇帝掌权时 冯宝都是私里建的第一人 到那时黄锦的后半生 也就基本无忧了 此外还有一点 吕芳见冯宝仪式 其实有家境的暗示和默许 为何这样说 答案就在家境给吕芳的那张 免死金牌里 家境为啥不给吕芳写个手遇 非要给吕芳一张符 不是为了故弄玄虚 也不是所谓的信仰所至 而是明晃晃的暗示 这个东西对哪最有用 对朝天官 而朝天官里 有两个人与吕芳有关 一个是杨金水 一个是冯宝 吕芳带走杨金水 并不是用年死金牌换的 而是家境特许的 如果不是有家境的旨意 陈宏的人 又怎么可能轻易放走杨金水呢 毕竟杨金水是清点的疯子 没有上誉 谁也不能带走 也就是说 带走杨金水 很可能是吕芳临走前 特意跟家境求的旨意 既然杨金水用不上 那么就只剩下一个人了 也就是冯宝 从某种角度来说 冯宝是吕芳与家境 提前物色好的 陈宏的接班人 这一点从后续家境 对黄锦说的那句 今后能杀陈宏的 大约便是此人 就能得到验证 也就是说 当初将冯宝送去豫王府 是对冯宝的第一个考验 只有冯宝能让豫王府 接纳的这个考验才算通过 显然冯宝交出了完美答卷 而如今 家境把冯宝 遣出豫王府 除了是为了逼徐杰等大臣让步 也是对冯宝的第二个考验 能在陈宏掌权的情况下 活着回到豫王府 虽说是考验 但家境并不想看到 冯宝出现什么意外 毕竟他的孙子离不开这个人 他不想伤了儿子和孙子的心 而吕方说 陈宏不敢杀冯宝 这话半真半假 陈宏确实不敢明目张胆地 除掉冯宝 可这不代表冯宝真的不会死 要知道 宫里有那么多 见不得光的骇人手段 难道彻底掌权的陈宏 不会借别人的手 或是神不知鬼不觉地 让冯宝自己生病 进而不治而亡 因为只有除掉了冯宝 这块绊脚石 陈宏才有机会 为自己在豫王处谋条退路 只要做得够隐秘 对于王那也就有交代了 至于嘉靖 即便事后知道了 是陈宏干的 为了大局 暂时也不会动陈宏 毕竟 吕方走了 嘉靖还需要陈宏这把刀 来制衡清流 为了避免最坏的情况发生 嘉靖才会送给吕方一个福 目的就是 故意给吕方保全冯宝 创造机会和条件 况且 吕方去了南京 没了威胁 陈宏吃饱了 撑的才会打吕方的主意 所以 所谓的先服 吕方根本用不上 真正需要的 能用上的 是正在陈宏势力范围内 在朝天官府苦役的冯宝 这一点 吕方与嘉靖都心知肚明 也就是说 保全冯宝 是吕方互独子的私心 也是嘉靖给吕方的任务 亦是嘉靖的一步暗机 据中 嘉靖曾说过 吕方伺候了他四十多年 根本没有所谓的自己人 从这个角度来说 冯宝不是吕方的人 而是嘉靖为儿子 孙子物色筛选的人 结语 嘉靖为何挑上了冯宝 完了一辈子帝王心术的嘉靖 了解儿子豫王的性格 过于软弱厚荡 权术手段基本为零 一旦将来豫王继位 清流势必独大 尤其是徐杰 高拱 张居正等人 本身又是豫王的师父 在这种情况下 皇权势必会受到限制和威胁 那时就需要私立间牵制清流 冯宝便是嘉靖为豫王物色的人选 因为从本质上讲 冯宝与陈宏是一类人 有野心 有诚服 为了上位可以铤而走险 不惜代价 唯一的不同 是冯宝相对于陈宏 或许更知恩图报一些 可能有人会问 嘉靖为啥不找个 吕方这样的人 留给他儿子 他倒是想 可陈宏常有 吕方却是万中无一啊 吕方却是为了 吕方却的 孔却是不容易 这些缘 不容易 这些缘 这些缘